先谈谈事况 暂时没什么气息 又市又再跌超过600点 现在跌618点报21,849点 科指更加跌得惨烈 跌风有4%跌221点 留意今天大列口跌 成交都多了 暂时成交有1,100多亿 半日来说都超过800亿比昨天多 同时你看到超过12只蓝丑 52周低 如果你看到整体大市 52周低的股份也有217只 很多大价股都可以 大市值那些 跌方是很夸的 可以一成一成这样跌的 但会不会看到 其实现在市况 人心科业也很习惯的 要钱不要货味道是很重的呢? 我想今天的恐慌很明显国大 除了在湖南那边的局势上一部升温 因为今早开始已经传出 很难有核电厂 其实就起火 大家都担心 如果核电厂 即是发生洩漏事件的话 其实影响不单是在湖南螺丝 其实整个欧洲 都可能会有核射的威胁 这个是其中一个恐慌的情况 以及那边的局势 似乎没有任何港温的迹象 另一方面 就和联储局 也有很多关系 因为爆炸之后 连续两晚出来说 尤其说话 各方向和态度 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晚出来说 面临一个局势的情况 加息的步伐 未必预期中那么快 但是昨晚出来的说话 又变为可能通胀 或者压抑通胀 仍然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主要 所以大家担心通胀 虽然那个加息的步伐 又再加上快 所以你看到成长型的股份 就是科学股 其实今天的跌幅 尤其是明显的 所以现在面临着 那么多影响 那么重要的因素 都是不确定的话 其实投资者 都真的宁愿 就可能将仓位 进一步降低 这个时间 你说再入场难破的面獄 其实真的比较低 所以看回恒指 或者大使来说 其实真的有机会 再小时低位 那就不想做 那么多爱 在这种评论 这种评论 我先讲的 这种评论 就好 那些评论 我先讲 你 这种评论 就好 那些评论 我先讲的 我先讲的